大家好,小时候呀,小朋友之间呀,经常说一个脑筋急转弯 就是树上十只鸟,打下来一只鸟,还剩几只鸟 那么脑子不够用的呢,就说还剩九只鸟 那么脑子灵的呢,就说一只都不剩 因为这只鸟被打下来以后呀,另外九只鸟呢,也都被枪声吓得飞跑了 那么这一幕现在就在中国上演嘛 这个月外资净流出,好像是一百多亿吧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 以前都是正向的流入,哪怕是少吧 但是多少呢,都在流向中国 现在这个月呢,出现了副流向 就这么多钱呀,撤离了中国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还在大谈引进外资 就跟把民营企业老板都抓了那么多了 还说要发展民营企业意义啊 你当人家都是傻子吗,对不对 这两天中共啊,又干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太搞笑了 他搞了一个叫把香港故事讲给台湾人听 我觉得这不是讲故事啊 这是考验两岸人民的智商呀,对不对 就跟我开头讲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游戏是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你把香港都搞成那样了 你还把这个故事讲给台湾人听 你还想搞一国两制 台湾人信你个鬼呀 你把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搞成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你还想对台湾一国两制 你还把这个故事讲给台湾听 我觉得中共这帮干部啊 就跟我最初讲的那个小朋友之间讲那个故事啊 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想一想啊 习近平本来也就是小学生嘛 也就是这样一个水瓶 他认为打掉一只鸟呀 还有一九只鸟 其实呢鸟全都飞跑了 那么他讲这个香港故事啊 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把他的一个核心思想啊 给大家讲一下啊 一要讲好香港社会制度 及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的故事 给所有关心一国两制的台湾同胞 吃下定心玩 二要讲好香港经济民生蓬勃发展的故事 化解台湾同胞对岛内经济民生 深层次问题的优劣 三要讲好香港由乱到治 由治及信的故事 要让台湾知道 只有实行一国两制 以祖国大陆作为坚强的护盾 才能确保台湾安宁 你把香港都搞成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了 你还给台湾人讲一国两制 当然台湾也有人信啊 也有人希望这样的嘛 我前两天看那个洪秀珠还说呀 两岸统一以后 走路都会带风呀 对不对 那我说你洪秀珠肯定会走路带风嘛 那么两岸统一以后 按你这么多年舔共的功劳 没准不用竞选 直接给你负了一个台湾省主席呢 对不对 你肯定会走路带风 那台湾的老百姓还会走路带风吗 没准直接都变成了台湾集中营的 第四要讲好香港享誉国际的故事 强调香港正是回归以后 积极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 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 东方之中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才更胜往昔 这又是扯淡嘛 香港人有多少都移民出去了 现在都从大陆移了多少人去填香港 我看啊 再过个几年呀 普通话就成了香港的官方语言了 粤语啊 可能就没人说了 你中共已经把香港改造成这一步了 还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台湾人提 我觉得中共这帮领导的思想呀 也确实让人觉得太没有水平了 那么今天我在看有关这个方面的消息的时候啊 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个文章呀 确实还挺好的 就是大陆很有思想的一个网友啊 写了一篇帖子 他就把台湾各方面的成就呀 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而且这个帖子里面的评论啊 也都是一多半认同他的观点 那肯定有不认同的嘛 还有骂台湾的 还有的评论说 正是因为台湾这么好 我们才要把它搞回来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说那种声音 那种声音网络上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呢 就说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让我说这种声音呢 在网络上发出来啊 也是难能可贵的 也许是网管没注意吧 发出来的这样一篇文章 我看底下的评论呢 也没有故意删除 很多人是赞同这个文章的观点的 那么我呀 就跟朋友们啊 把这篇文章来分享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墙内啊 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是怎么样来看待台湾的 他的题目是 宝岛虽小 但很有实力 一台积电 全球第一大半导体芯片生产公司 市值更是进入了全球前十 是跟苹果 微软 亚马逊等公司 肩并肩的巨头 当金特尔为7纳米 三星为5纳米量产而努力公关时 台积电就已经做到了3纳米了 目前台积电已经占据全球半导体行业 60%的晶圆产量 而且领先优势越来越大 二 电子制造业 台湾的电子制造业十分发达 占了全世界75%的市场份额 约合3100亿美元 其中著名的企业有 红海精密 合作联合 人保电脑 广达电脑等 三 精密仪器 所谓精密仪器 主要包括 数控机床 磨床 加工中心 等各种机械设备的制造 以及各种零部件的制造 台湾省在精密仪器领域十分领先 早在2014年 台湾的机床产品出口额 就排名已经世界第四 仅次于日本 德国和瑞士 五 面板制造 全球排名前五位的面板制造商 台湾就独占了两席 分别是群创光电 友达光电 其市场份额加在一起 已经占比全球达35%以上 此外 源泰科技还是世界最大的墨水平制造商 五 新能源领域 台湾的太阳能发电产值产能 一直位列世界第二 全球20家大型光伏企业中 台湾就占了7家 市场比例达到了20%以上 此外 台湾在风力发电领域也很有水平 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 可以制造5MW级风力发电机的地区 六 医疗方面 台湾医疗水平十分发达 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在亚洲可以并肩日本 全球前200大医院中 台湾就有14家 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在器官移植 肿瘤治疗和外科整形等领域 台湾更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此外 在新药研发方面 台湾的实力也绝对不可小视 如世界第一个治疗 安肆病的单抗药就出自台湾 七 教育方面 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台湾民众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全球第一 台湾的大学分布密度 全球排名前三 2300万人口 有将近150所大专院校 其中 16所大学登上了QS全球大学排行榜 排名前500名内的多达11所 那么他这篇文章呢 就是主要介绍了台湾那些著名的企业 以及他的教育的发达程度啊 实际他说的这些啊 只是一个硬性指标 让我说台湾在这个福利方面啊 我觉得在全球啊 也是做的最好的之一吧 最起码台湾这个健保 就比美国强的多吧 还有让我说台湾这个老农基金啊 就是对农民啊 也有退休待遇 这个在全世界啊 都是为数不多的 所以这个作者啊 虽然介绍的不全面 但是他对台湾的成绩啊 是完全肯定的 而且讲的呢 也比较客观 那么他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啊 才让很多网友看到啊 台湾原来这么厉害呀 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 台湾现在破破烂烂 就是一帮人在那搞台独 就是跟着美国混的一个小弟 就是当台湾的这些成就 摆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呢 也就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那么我挑了一些留言啊 来给大家读一下 那么我读的时候呢 就跟这篇文章一样 我也不说这些网友的名字了 毕竟我们这个频道呢 也是反思频道 还是要保护一下 这些有良心的网友吧 第一条 都是华人 却如此优秀 第二条 宝塔留在那挺好 看看香港和澳门的状况 就知道了 第三条 为啥他们能做的那么好 第四条 希望台湾过得更好 更发达 不战争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福音 第五条 只要台湾老百姓 愿意回归祖国怀抱 我们是可以和平统一的 第六条 制度很重要 第七条 祝福台湾同胞 第八条 台湾加油 希望台湾百姓生活的更好 不要打扰人家 第九条 抢到手就全废了 第十条 向台湾学习 第十一条 希望台湾把经济发展的秘诀 告诉我们 如果大陆农民的退休金 能涨到台湾的二分之一 我就高兴了 第十二条 食品吃的放心安心 第十三条 小岛五天八小时 最低工资六千人民币 内地五天八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两千 第十四条 只要制度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中国人还是可以的 第十五条 听我们这边一个家到台湾的人说 那边的农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养老金每月八千元 那么这是我随机选了十五条 其实这个帖子里下的留言 有将近一千条 那么我常年关注中国这边的网站 就是能正面肯定台湾的帖子 很少 我想这是发不出来的 甚至可能发出来了 也留不了多少时间 就被网络监管部门给删除了 所以我能看到这篇帖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股清流 也许跟这个网友有相同看法的人 在中国也有很多 只是我们平时看不到而已 这个网络在墙内是被中共管控的 它只是想让我们看到 它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天在网上 全都是看到那些五毛粉红战狼 实际真正有思想的人 难道人家看不到台湾的正式状况吗 人家自己不会比较吗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这篇帖子以后 我还是挺欣慰的 就拿出来跟朋友们一块分享一下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将来我们频道 请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